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周先生在深圳龍華區城市明珠花園小區的業主 他說幾天前就收到物業通知 說他端午節被每戶業主派發總 同時還有現金 這個介紹小區共有1938戶 按一平方米發10元的標準 每戶可以領到650至2200元不等的分紅 哎呀 180多萬吧 您家裡面多的面積不少 我們有100多平米吧 大概有1000多塊錢吧 另一位排隊領錢的業主李先生 也非常高興 表示新的物業公司進駐小區先至四五年 一直以來提供良好的服務 現在還將公共收益和全體業主分享 實在要給個讚他們 好像這麼多娘都沒有這一次 這一次是非常難得的 但是我感覺非常高興 還可以 我們家通過了差不多要三千塊 城市明珠花園業委會主任劉雙表示 小區業委會成立之後 於2020年引入新的物業公司 這次業委會是將2020年2月至今 小區共有物業的經營收益結餘的六成 即184.46萬元分紅給業主 我們是公共收益的結餘 就是在把它的各種的一個小區的一個修繩 給它完成了之後 然後呢就是剩下的結餘 我們就想到就是給大家 就是給它搞一個這樣的活動 但那個公共收益呢 它是這樣子就是我們是有停車場的一個收入 還有一個是那個長地的租金 包括各種白台啊 這些廣告收益啊 這些然後給它的結餘下來就是300萬 我們有把游泳池修好 有把那個綠化全部都修改 然後有把那個糧田有修繩 實名羨慕啊 實名而已 為什麼有這樣的福利 不是在我們住的小區呢 對了 有收益好事來的 但是我更加關注的是什麼呢 小區的服務也要持續跟上 用在更多的可能改善小區的地方 令到每位住在這裡的居民都更加舒服 有閃城街風暴女就在當地的黎明二路 兩邊都畫有這個停車位 但是很多車就是不願意停在指定的位置上面 直接就停在這個機動車道上面 附近的居民出入也受了 為什麼這麼霸道 有你停你不停 借拖現場 看看 攝氏柏涉於佛山市五城區 溫華市場外的黎明二路 只見道路兩側 都有畫停車位 即使是空位 不少車輛依然停在機動車道上 有街坊說 這種佔到圍停的現象已經持續了很久 記者走方發現黎明二路兩側 設有多個畫線停車位 收費標準 為工作日8元一次 非工作日6元一次 過夜免費 然而很多車主 卻選擇把車直接停在機動車道上 導致停在車位內的車輛 都無法正常使出 當然不方便 我經常 我給錢 交停車費 用七里 想七里的時候被人塞車 要等人家七里 開走護車 我有時經常等半小時 探索沒有用 覺得沒有人來 究竟雷中來一次 不是天天來 隔路段還有一間幼兒園 有家長表示 早晚高峰時段接送小朋友時 部分家長也會把車輛 臨時停放在機動車道上 這條路這樣停著車 你來接小朋友 方不方便 感覺影響不是很大 你台車不是很大 但是你沒辦法 你要接小朋友 其實所有學校門口都是這樣的 大家都是停下走的 就不會停在這裡很久的那些 在旁邊 而景麗遠小區的業主表示 由於小區內停車會緊張 一些業主晚上會把車輛停放在路邊 是的 很多車停在這裡 業主應該也有 因為裡面可能車位比較少一些 有的時候快停兩排了 聽到那些歌都在外面 還好它中間會留一個擔心的刀 但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條路的路況 大家看看 停在隔壁裡面的一台大眾車 它怎麼出到來 它旁邊的車就像足圍旗 把它圍到實一實 不過這些圍停車輛 大部分都是在車頭裡留有電話的 停在裡面的車 想開走的話就打電話 旁邊的娃娃市場的蕩主和攤販 就會出來挪車 沒錯 他們就說這些車是他們的 還有一些就是臨時過來買送的街坊 有車主說這些圍停車輛當中 有很大一部分屬於市場內的蕩主和攤販 大家知所以圍停 都是為了省停車費 這樣停的話也不便宜 亂就有點亂 講爭有些亂 包括你這些有事 18、21年 停了買東西又找人 此外記者走訪了解到 旁邊不僅有劃線車位 還有正規停車場 車位也都相對充足 在這條路就有一個停車場的了 車位都比較充足的 但是為什麼呢 這些車還要在外面為停呢 是不是收費很貴 看一下 前半個小時免費 5元即是一個小時 封訂40元 月報305元 但是停在外面呢 要不就免費 要不就200元一次 是我 我就不賣了 還有記者將改路段圍停的情況 反跪至閃城區公安分局 對方回應 陷意到場 對圍停車輛進行圈理 接下來將加強對黎明二路的 巡查和管理力度 同時也都提醒廣大市民 停車的時候 應遵守交通規則 簽密隨意停放在機動車道上 共同維護交通秩序和使用環境 省錢 省時間 那也不是你圍停 擋著這條路的理由 作為車主 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道路交通規則 車輛就要按照規範 去停放停車位置上 隨便佔到圍停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的話 有樣學樣 豈不是整個世界都亂了 希望交警部門 加強對這個路段的巡查執法力度 讓道路恢復通常 好了 再看一條新聞追蹤 此前我們曝光了廣州白人站 有出租車司機拒載的亂著 6月10號 廣州市交通運輸部門 發布了情況說明 司機和企業會受到怎樣處罰呢 現在現場情況有沒有改善 小白 走訪 我這次來廣東 你說你不拿 我瞎著我的頭 我都跟你商量著說 你還還還 你不要罵人啊 我罵什麼人啊 等了四個小時 追待大家是不是 你停下 停下 你停下 什麼事 你來開吧 你一個吉山 那個好好開車嗎 近日有網友報料 廣州白雲站 有的哥 嫌路程太短拒載 自己執意上車 結果遭到對方辱馬 途中的哥 還多次做出危險行為 疑似逼乘客落車 6月10日廣州市交通運輸部門發佈情況說明 警察涉事車輛存在拒載及肉馬乘客行為 市交通運輸局執法部門結立案處理 並開舉兩宗違章處罰通知書 街坊小陳說自己之前也都遇過坐地起駕 他打車重播運站 回學校 原本十多元的車費 最後被收了八十多元 但他並沒有投訴 就是他同意帶你去 但是他到了之後會坐地起駕 一般會投訴還是默默忍受 默默忍受吧 為什麼 沒那麼時間去弄 現在所謂的位置在白雲站的不出發平台 可以看到時不時都有出租車 是會來到這個區域上落客的 這些師傅都不會把車開到後客區排隊等候 今天我們在現場也都看到 是有交通局的執法部門的車輛來到這裡 並且是有工作人員對於一些停得比較久的車輛進行梭道 那目前站內還有沒有司機拒載短途單呢 記者隨後打車前往三公里外的惠橋新城 司機一聽到目的地就嘆了口氣 但並沒有拒載 等候的時間比較長 隨後打車前往兩公里外的百信廣場 這名黃的司機爽快地接了單 司機說確實有同行拒載 但只是小部分 其實類似的客運輸樓出租車拒載 二價亂漲 之前我們也有報導過 為何會呂罰不止 由司機坦然和行業現狀有關 對車友街坊表示 一顆老鼠屎整和一窩粥 這個也都逼著乘客選擇 價格更為公開透明的網約車 對此 市交通運輸局回應清 目前執法部門和廣州白雲區書紐辦 屬地派出所 廣州白雲站等部門 建立有聯動機制 接下來也會嚴查 拒載、二價等違規行為 雖然今天已經沒有拒載、二價的亂象 但跟記者的走訪 和記者和的角交談的情況來看 也不難聽得到 他們仍然有怨言有聲 就是最近管得比加之鹽 就不敢成為出頭料 我覺得在沒有制定新的規則之前 就必須要合法經營、合規經營 正如剛才那位師傅所說的 輪到你,你載不到 人家就載得到 那公不公平 交通部門除了要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情處力 也應該多想一層 看看如何能夠調動運力 令司機的收入有所保障 乘客又能夠享受到服務 如果不是 一顆老鼠子、攪鑊、一窩粥 這就只是大件事 始終會被市場淘汰 廣州料 昨晚在廣州黃埔區的石化南一街對出路段 發生了火災現場 爆炎聲響聲不斷 火災不斷啪啪啪到處都是 當時還有不少人在附近宵夜 有沒有弄傷人呢 火災原因又是甚麼呢 歐陽環立現場 視頻可見路邊一電線桿 上的電箱正劇烈燃燒 並伴有爆炎聲火花四箭 周邊有不少群眾圍觀 據悉事發昨晚10點左右 廣州黃埔區石化南一街 有目擊街坊說 除了視頻拍攝的配電箱起火 相距200米的另一個電線桿 也都同一時間起火 在火災現場周邊有幾家宵夜檔 昨晚發生火災的時候 有顧客在店舖內吃宵夜 接報之後消防員迅速到場處置 並將名火撲滅 現在記者在事發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條比較大的電纜燒斷了 拿出裡面的電線 還有現在可以看到 綠色的電線和白色的管 都是有明顯的燒焦的痕跡的 現場也是有工作人員在緊急搶收 受到火災的影響 其實附近的用戶都是緊急停電的 從昨晚到今天中午都停電 因為這裡沒電的時候 我們做文員也停了一兩分鐘 就恢復了 或者今天早上聽上面發說 這分鐘沒電 要充電 要充電 沒有風扇 好熱的 平常那些食材都不知道怎麼辦 他答應我們留夜搶收 他怎麼知道他怎麼樣 我們今天到家沒有電 我們剛才看來也沒有電 記者想問現場的搶收人員 對方表示配電箱起火 是與旁邊施工工地有關 除了記者來到附近的工地 這邊正在進行的是 文聰舊村改造項目 工地人員透露 事發時候這邊沒有人施工 記者從文聰街道了解到 改電線乾電雙因天氣原因 電磅老化受損 引發起火 並沒有輕微爆炸 事故造成附近四個商戶停電 未造成人員傷亡 事故發生後 電力公司已啟用應急供電車供電 由於電纜受損嚴重需要更換 預計6月12日可以收復完畢 目前火災的具體原因 有待查明 但在這麼藝局的天氣下停電 雙舖的貨物肯定會臭崩崩那種 損失肯定不少 更別說住在這裡的街坊 真是難受 麻煩供電部門盡快搶收好 恢復供電 另外最近雨水很多 一些戶外的電器設備設施 更加需要做這個防範 避免有意外發生 好 再來看看這條例 近段時間以來 廣州不少城中村 都在大力整治電動車的安全問題 但今天有這個 潘如石榴鎮赤山東村的交通 和你報料說 那邊電動車飛線充電 入樓入戶的違規行為 依然存在著 哇 狼死了一些 不給的嗎 現在 吳儀少 看看 攝氄炮涉於廣州潘如驅石樓鎮赤山東村 啟明上街一行九號 有人從二樓屋內一路拉線至樓下 疑似幫電動車飛線充電 今天上記者來到現場 不過電線已被移走 但攝氏主互向記者承認 昨天確實有飛線充電的情況 第一次 錯了幾個小時 沒有過夜 以為早起出現 記者注意到儘管一樓貼了告示 提醒注意電動車充電安全隱患 但仍有多台電動車停在月盆下方 和一樓的架空層內 甚至有電動車直接停在走道間 記者赤山東村內走訪發現 村內飛線充電現象並不罕見 多棟居民樓外牆上 都懸掛著一條從樓上穿牆而出的充電線 每條線有近10米長 就方期間記者親眼看到 有街坊在一樓窗口放置插線板 用於電動車充電 充電期間決發現插線板疑似被打濕 直接用周邊的啫喱囊住 隨即開始充電 而周邊居民對這樣的充電方式 他就見慣不怪了 有居民說 個別租戶購買的是一體式充電車 這類車型的充電電池無法取出 只能拉線充電 這樣一來安全隱患更加大 就能接受 就是如果就是沒地方停 你還要不要給他放這裡 那怎麼辦 走路會全程走路嗎 挺累的 還有記者聯繫上該片區的網格院 對方表示一直以理 社區和當地消防 都有定期上門宣傳 和排查電動車充電安全隱患問題 工作人員直見在城中村電動車問題 管理上存在難度 但他們還是會繼續加強巡邏 圈道等工作 就這件事記者也都將情況反映 給石榴鎮政府 經瞭解 視頻當中 從一樓室內拉電源到室內充電的人員 經核實不是本村出租屋的人員 在村內做工程臨時住宿的施工人員 正臨時幫電動車充電 鎮網格中心及村幹部 已對其開展批評教育 引導其到村中設置的正規充電樁充電 目前石榴鎮正積極推進城中村出租屋 電動車充電樁設施建設 赤傘凍村電樁設施達到56處 共276個充電位 針對部分村民違規充電及亂庭坊問題 石榴鎮一方面將加強宣傳工作 另一方面將加強日常監督檢查 及時排查整治火險隱還 從記者走坊情況來看 違規亂象仍然存在著 大家是否真的可以這麼淡定 還抱著這個重鋪電針 就擺一部車沒事的 這些心態 有沒有替其他住在這裡的人考慮過 我們都知道管理真的難 但是不能成為了一個逃脫責任的遮口 因為大家要清晰明白 一旦發生事故的話 要承擔責任 那個責任你背不背得起 如果這樣出了人命的話 就更加大隻鑊了 如何積極引導好這個居民規範充電 文明停車 有序規範管理好這個客區 希望各單位真的好想想 有必要的話可以借禁其他做得優秀的 這些村落 就好比廣州辦區的蕭岡聯社 根據此前的計劃將在6月11日 開始施行無牌電單車管控工作 禁止無牌車輛等五類車入村 同步引導車主將無牌車輛做回收處置 今天正式實施了現場情況點 為東梅馬上來 5月16日 廣州白雲區蕭岡經濟聯社發出告示 將從5月23日起至6月10日 全面清理整治村域內的殭屍車及無牌電動車 最擔心的是安全隱患 有火災的情況下真的很難跑 所以一定要清走 到我們瀟崗村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 有3965棟的出租屋 我們對內街內巷進行了一個地毯式的 排查登記 大概是有一千餘台的殭屍車 電單車 無牌電動車的保有量 5月23日 記者再次走訪蕭岡聯社 正式開始清理工作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清理了200台左右 那些殭屍車 清理期限已到 從今天開始蕭岡聯社 正式禁止無牌車輛等五類車入村 記者今天來到聯社的其中一個出入口 剛才看到一部無牌的配送車想駛入 有火車 排柴 排一個零食 一部水管 蛋糕在裡面 我吃飯慢慢送了 我會來的 那你怎麼不辦牌呢 每次上次我們送沒去的就不用辦牌 要辦牌 去哪裡辦牌 先用這個零食東西 辦牌的照片 記者走訪聯社多個出入口 都見到有無牌電動車閘口處 被工作人員攔截下來 每排都這麼便宜 每排不能進去 我們在外面 要上牌 上牌才可以進去 你去那裡拍一下那對照 然後你車先停在外面 然後你去看一下你車 能不能上牌 就要去問上牌點 我們只是指引你去那裡 這位街坊說 他是剛來廣州無奈 和朋友借一部電動車來代步 此前因為不了解聯社的相關要求 今天就被當場攔截了 因為我是剛下來 然後父母說先借用一下 等他們發工資 重新買一輛上牌的 因為我帶著小孩 不方便 由於車輪不能夠進村 他只能夠和家人打聲招呼之後 將車停在外圍 幫幫忙 幫幫忙 這部 我等你車不可以進去 香港是新規線 今天是暫時不能進去 他沒有腳踏好 他不可以上牌 你先出去 這樣你自己看 怎麼讓他腳踏腳踏好 怎麼符合規定的 去上牌 知道嗎 因為這次 你就說香港沒有牌 幫幫忙就完了 那可以 那我就回去吧 我們今天走訪 蕭光聯社多個村的出入口署 可以看到 現場已經擺出了這個告示 上面寫清楚 從今天開始是 禁止無牌電動自動車 無牌三輪車 無牌摩托車等的相關車輛 進入村裡停放 現在有一些特殊配送的車輛進來 因為他們也是一個無牌的車輛 工作人員正在發臨時的牌照 對於無牌車輛的相關的指引 在門口處 也有告知書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寫到 如果是未上牌的電動自動車 可以去到包括 連縣大廈廣場 東安橋等的位置 進行辦理上牌的手續 而好像剛才我們看到的 這些特殊的車輛 也可以攜帶相關的資料 去辦理這個臨時的通行證進出 隨後我們來到了 其中一個電動車便問上牌點 現場已經被圍到水洩不通 工作人員忙得踢了腳 根據要求村內居買田舍基本訊息之後 領取到一份表格 按步驟簽名之後交回聯社 聯社便會出臨時通行證 為了方便無牌車輛車主辦理業務 現場還設置了電動自行車檢驗區 臨時服務點 主要是檢驗哪方面 電池 設定一下 快送電 快送鑰匙 這看得好不好歸 對 合不歸 上不了的 沒有歸 進不了出 所以今天很多人 所以你忙不過來了 那你忙不過來一個人 買的時候那時候還不需要上牌 還設置這種上牌點的話 你們感覺怎麼樣 挺好的 整個流程快嗎 還挺快的 就是就省了很多事情 檢查完資料 以及檢測完電池性能之後 工作人員為陳小姐搬車上了新牌 沒有發票沒有什麼的放丟了 合格證都能上牌嗎 汽車好要補回來 老闆都不能去哪裡 老闆 請問問一下能不能補嗎 補不了的話上面有牌 你們要有發票嗎 對 還有合格證 合格證 對 還有合格證 記者隨後走放了村內街行 就沒有看到之前報道提及的 無牌共享電動車 但我們發現不少行到內 依然停住無牌照的電動車 有些電動車直接在門前插線充電 有住戶坦然 聯石整治之後村內環境 確實比以前好了 但依然有進步的空間 經過這個電動車太多了 是吧 這個小港村本來是個城中村 人也比較多 現在我看到還有一些是嗎 你們也發現 嗯 有一點 我們的車一般都停在那個規劃區裏面 就此為我們想和工作人員 上一步了解接下來的管理細則 但大家都不願意解答 先關了 這不做到採訪 待會我做事 我不接受採訪的工作 那肯定如果是亂停的話 肯定會有一點影響 但現在比前面 比三段時間好多 就希望接下來能規範一下停放 是吧 對 就算是已經上了牌的電動車 也要規範管理好它 更好保障群眾的生命 財產的安全 好 再來看這些資料 最近關於燕卡這個話題 引起了廣泛關注 今天就有家長向我們報料反映了 就是在這個廣州天河區的 時尚天河商業廣場裡頭 有商店的娃媽機裡頭穿了燕卡 離譜的是什麼呢 適逢假期還有不少未成年人去光顧 有沒有搞錯 馮書爺爺爺 2月10號 街風閃先生帶著小朋友 到廣州時尚天河商業廣場行街 他發現一家名為 漫遊半疊的遊戲機室內 竟然可以夾燕卡 不是啦 起初我也沒有留意到 然後我小朋友想去夾隔離的公仔 我就看到 為什麼那些隔離在那裡夾的 馮先生說 來這裡玩的小朋友基本有家長陪同 當時也有小朋友成功夾中燕卡 有兩個家長帶了一個小朋友 在那裡夾 小朋友夾出來 反而和家長一起很開心 今天記者來到馮先生提及的遊戲機室 就在距離商場入口幾十米的位置 一進門就看到一排娃娃機 燕卡就擺放在罪裡面 目測有五十多張 記者留意到 除了使用兌幣機 還可以用手機數碼 在線上登錄買虛擬幣 一元一幣直接使用 如果是未成年人可以操作成功 記者找到店員 店員表示 來這裡玩的多數都是成年人 未成年人進入需要由家長陪同 但記者在現場並沒有看到明顯的限制提示 深究出現燕卡的原因 店長說因為燕卡很受歡迎 對於這面娃娃機出現燕卡的情況 時尚天河商場方工作人員解釋 因為商場店舖太多 他們未能及時發現問題 商場方表示 後續將加強監督到絕該類情況發生 同時記者離開商場前 商家已經將燕卡下架 據悉商家是未成年人出售燕卡 或涉嫌違反未成年人保護法 也有可能對燕廠商標所有權人構成侵權 對此後教育專家也表示 各類商家在生產或經營活動中 尤其要注意自己的產品或商品 必須符合相關法律規範 否則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的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因為燕卡受歡迎 所以就入貨了 做生意 甚麼流行就是做甚麼 你們有沒有想過 入店消費的群體當中 有一部分是未夠清的 歸根到底還是法律意識淡薄 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地方也有 我想值得各位商家 乃至商場方重視 不要只顧著自己眼下的利益 加強內部的管理 不要每次都等到媒體過來曝光 才說下架整改下不為例 平時巡邏檢查又去了哪裡 繼續來關注一下 我是領袖夏令營 自從今年的報名開啟之後 報名諮詢的家長反應非常熱烈 在這裡我也是針對 大家比較關心的幾個問題 統一為大家作出的解答 一起了解一下,好嗎 說起夏令營 很多小朋友家長都擔心 我是領袖夏令營的刑期 會否與學校放假時間有衝突 甚至出現開營了,學校還未放假 這樣的情況 說到這裡,大家儘管放心 本屆我是領袖夏令營的開營時間 跨度為7月14日至8月24日 經記者線上查閱學校官方網站 以及線下與市內多數學校聯繫了解 該時間段所有學校都已經放假 在這方面有所顧慮的家長 可以儘管放心 此外提早為小朋友報名夏令營 不僅可以幫助你及早規劃假期安排 還能夠確保小朋友有名額參加 避免因名額滿而錯失機會 有不少家長也會擔心 小朋友從來都沒有離開過身邊 讓他一個人去參加夏令營 小朋友究竟能否適應 關於這個問題,不妨一起聽聽 已經報名的家長 他們是怎樣想的 一開始我們給他報名的時候 他有點顧慮 但是我們也想到小孩大了 他也想學校獨立 我們也選了很多夏令營 因為你們畢竟是電視台 還是現場這邊 個人認為相對比較放心 有不少家長也跟客服人員求助 說自己很想給小朋友報名 但因為沒有熟悉的換班 小朋友對於獨自參加夏令營 也比較抗拒 不知道怎樣幫小朋友做思想工作 那就讓我們一起聽聽 營長是怎樣說的 把整個夏令營的所有信息 我們的每個課程 我們把它擺在孩子面前 讓他去閱讀航空的有飛機 然後航天的有太空種子 他會自己自發地說 他說爸爸,這個東西好像很好玩 這個時候我會跟他說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是你想去的時候 那就去自己收拾你的書包 讓他自發地感興趣 讓他自發地想來這個夏令營 最後有家長也會考慮到 本次夏令營的費用問題 可能會有些超出自己的預算 但要知道對小朋友而言 參加夏令營不單單是一個活動 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長體驗 我們相信這筆投資是值得的 此外藉著我士領袖十周年之際 我們也隆重推出重磅福利 成功報名我士領袖夏令營 就可以直接贈送一年的 我士領袖俱樂部會員資格 此後,會員報名參加我士領袖 全系列活動 都可以享受9.8折權益 還可以免費體驗 價值288元的活動一次 以及獲得我士領袖俱樂部禮包一份 而在此後的一年時間裡 我士領袖俱樂部 也會不會退出周末營 對佛山網網 我們接到南海區單造鎮的居民 反映說在當地的上梁橋底公園 每晚歌舞聲平 不少人又是唱歌 又是跳舞又是吹喇叭 問語活動非常豐富 拔…拔甚麼 拔旁邊的居民被吵得 實在是沒有睡覺的 有沒有害人理理他呢? 管管他 讓他不要那麼大聲,好嗎? 小主,你們看 上次視頻是報了人 近日在佛山南海區單造鎮 上梁橋底公園附近拍攝 視頻顯示 有人配合音箱節奏 放聲高歌 有人搬椅子 坐在一旁聽 還有人坐在路邊吹著喇叭 在鄭橋底那裡耀文 晚上幾點鐘開始 10至11點多 我多人在那裡放大音箱 來唱歌 收錢 今天中文記者來到 報料街坊投訴的位置走訪 可能是中文原故 並未見到視頻內的情況 但記者留意到 這塊空地上 曾留了大量塑料垃圾碎洩 旁邊居民區 距離拍攝地不夠百米 僅隔一條馬路 一般好像唱到10點半 有好奇 有 有沒有影響你的消息 有 有 有據聞說 唱龍橋底 比倫南沙沖河邊 綠化較好 環境優美 有街坊看準相機 自發做起夜間雜事 例如茶飲檔 點歌唱棋檔 來公園唱歌跳舞的 除了有附近村民 還有不少外地遊客 如果你說晚晚工的話 有時候如果你沒有人管 可能會十二點都會 他好像有個圍幕在那裡唱 反正你點歌有幾千一手 村民介紹這種情況 至少持續半年以上 不反對夜間雜事活動 但希望唱歌的時間 能夠調整到晚上九點前 同時適當控制一下音量 人家每個人都是用擺攤來賺食 你又不可以說什麼 或者你有計劃 你可以規劃一下一個地方 給人家 因為有些上面始終會有些危險 即是沒有那麼大聲 如果沒有問 就等了 你有你做生意 還有沒有所謂 這也將該情況反映至南海區 單造鎮政府 據悉此前 綜合行政執法辦 曾就市民對該處的噪音 投訴情況派員到場調查 現場則令攝氏人員 禁止夜間噪聲管控時段 播放音幕造成噪音擾民 並要求其在非噪聲管制時段 降低音量 以免影響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下一步相關單位 會加強該路段的巡查執法 對多次女教不改造成噪音擾民的行為 按照相關條例進行嚴肅處理 街坊有娛樂的需求 這件事大家可以理解 又不是不讓你開箭、不讓你玩 但起碼要規範 找個合適的地方 大家將心比己 換位思考一下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旁邊有個大喇叭 不斷強勢輸出 你的心舒不舒服 你睡不睡得下 希望當地職能部門 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引導工作 必要時動回告示牌 提醒大家 或者看看可不可以有個合適的 規劃出一個合適的地方 讓大家開展民喻活動場所 滿足有需求的街坊 雖然D5節假期正確 但我們正確的龍舟比賽活動 還未停下來 今天廣州荔灣區的龍舟邀請賽季 龍溪沙溪第59屆龍舟景活動火熱開幕 現場氣氛怎樣 失閘記者 直接打聲 很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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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事參賽的選手 也陸續前來報導 他們面上楊溪沙溪自信 相當有氣勢 而且還有女隊員參加 鳳梓金龍騰飛隊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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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梓金龍騰飛隊 我們一定要鳳梓小姐 鳳梓鳳梓 活力飛揚飛 現在距離比賽開始 還有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在我身邊已經可以看到 各支隊伍的選手 已經在水上蓄勢待發了 待會首先開始的 將會是我們的傳統龍舟賽事 各支參賽隊伍 將會在我身邊的起點 行駛到我身後的五丫口大橋的橋底 完成一個摘槍的動作 然後再接返回指揮台的位置 進行衝線 那哪幾支隊伍可以獲得到 一個寶貴的名額 我們拭目以待 預備 好了 我是在傳統龍第一組 東線道廣州市立灣區 龍溪鳳梓村金龍騰飛龍州隊 西線是廣州市立灣區 龍溪盆龍村龍州隊 首先一見起步的東線道 龍溪鳳村一支箭彈出來 而西線道的龍溪盆龍村 暫時都比較淡定 一搖一搖 追上去 據悉今年廣佛兩地多支龍州隊 都受邀出職 現場分別舉行傳統龍行標準龍賽事 並以計時的形式展開國族 上見水上的速度與激情 長船的就是連環賽 連環就是500米 總共爬1000米 短船的就是爬500米 撿不到車子就不能計時地更快些 經過激烈國族廣州市立灣區海中 村二號龍州隊 從八支龍州隊中脫泳而出 集得傳統龍決賽冠軍 而參與標準龍的廣州鳳牆女支龍州隊 雖然未能濟身四強 但實力同樣在線 根國不讓鬆微 挑戰自己 我們每晚都八點鐘 開始訓練 訓練到晚上十點 個個身體健康 團結 團結一致 擔椅子霸頭位 不過擔椅子 我估計你不是坐下 是擔高腳踱在身體 隔著屏幕也能夠感受得到 各位街坊上一島龍州比賽風彩 這種心情真的厲害 不過真的要注意現場的秩序 文明觀賽 除了龍州比賽場面好熱鬧之外 據數據 端午節三日假期 廣州迎來了的遊客 超過了三百萬人次 文女消費超過了三十二個億 哇 很厲害 不少文女活動龍州的特色文創產品 也是非常出圈的 看看它 據說六月八號都十號 廣州市共接待市民遊客 近五百八十二萬人次 街坊直言這個端午節過得很過癮 食種 龍州 整個天河區來講 每個村落都有自己的龍州活動 正所謂一村一景熱鬧非凡 船長翻飛 水花四箭 羅古齊淚 廣州的龍州習俗 有上千年歷史 它可以遊 也都可以玩 也就是落場體驗龍州勁道 其實不只是廣州 全國來講 大家應該都比較喜歡的 因為畢竟華龍州的話 只有到端午節才有這個活動 相當於是一年等一回 除了禮牌的龍州項目 今年的端午假期 適逢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廣州國民博場所 景區紛紛推出特色非為活動 將傳統文化融入旅行體驗中 據統計端午節期間 市內三十一間文化旅遊景區 接待了市民遊客254.4萬人次 實現了文女消費32.9億元 其實是為了開心 也都是為了減緩他自己 在平時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壓力 其實這種消費的形態 正正就是我們借爬龍州 這個好意頭 也都是帶動了我們的消費升級 此外這次端午假期 不少新穎的端午文創產品 也都火出圈 比如這款新式的艾草花束 就深受年輕人歡迎了 花店工作人員介紹 一般的艾草花束或者艾草掛飾 都會搭配黃金球、福袋、小葫蘆等配色 一起包裝 行程好的話 一人能夠賣出二、三十束 價格就是六、七十、七、八十那樣 最常賣的五十八那一款 就是最經濟實惠的 豪華一點的是賣到多少 最高是多少 一百八十八、二百多 價格不等 要看做多大 商家表示客人可以提供想要的款式 價格就會根據其中的裝飾植物種類 和數量來決定 最貴的一份艾草花束售價 將近三百元 專家也說到類似產品的流行 一定程度上都體現了年輕人 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寸勝 也展示了市場對個性化消費需求的滿足 對社會的消費環境來說 起到推動作用 無論是傳統的艾草還是新式的艾草花束 都是為了應節以表達自己的心願 今年的端午節 無論是傳統的龍舟文化 還是各種生命有趣的端午文創產品 無疑都是更貼近年輕人的愛好 希望大家在豐富多樣的端午文創產品當中 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滿 再去惠州看看 昨天晚上 衛城區一位街坊經過橫江三路的時候 見到兩部轎車被一塊大木頭打中了 其中一部車的車燈套了 哪裏來的木頭木板 對了 車裡頭的人怎樣 鄭小弟弟 視頻當中 兩部轎車被一塊大木板摘中 其中一部汽車受損嚴重 駕駛失備壓扁 這幕發生在6月10日晚上 為了圍城橫江三路上 目擊者透露 摘清的木板是後方店舖的招牌 下班在搞衛生 大概是10點半 聲音很大 好響 然後我們都出來看了一下 兩部受損橋的車主分別是附近住戶和商家 幸好當時沒有人在車內 事件未造成人員受傷 一部車主在這邊 一部車主在飯店 它的車炸得嚴重 飯店炸得嚴重 這個汽車炸得嚴重 這個汽車炸的汽車可能受傷 報了警過來看了 然後圍起來了 昨天晚上應該是兩三點 然後叫了清潔工把它拉走了 它是輕微受損 然後開走了 它估計也不想那麼麻煩 輕微受損 補個汽應該也沒什麼事 今天上次的記者來到事發現場走訪 攝氏店鋪大門緊閉 街坊透露 該處已經控制多年 店鋪也沒有人經營 我在這裡開了兩年 它那裡一直都是空的 記者所見的位置就是 在視頻當中有店鋪招牌掉下來 窄到車輛的區域 可以看到還有一台車輛停在原地 用三色布蓋住 周邊還有境界線做一個暫時的遺檔 另外記者剛才走訪得知 這個位置已經很久沒有人租來做店鋪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門面是比較適合 另外這個鐵架 現在暴露出來的地方都已經是搜證斑斑 根據一個知情的婆婆介紹 這個鐵架都用了十幾年 所以這次的事故可能是由於鐵架年久失收 包括近來的天氣比較惡劣而造成的 今天總記者找到維州衛城橫江社區 諮詢事故處理情況 據悉工作人員收到情況之後馬上趕到現場 一直處理到凌晨三點 今天上社區人員聯繫上涉事店鋪的房東 與備責車輛的車主 協助雙方處理後續事宜 目前就賠償方案以達成公式 我們也聯繫了房東 房東知道這個事情之後也很著急 第一時間就派人過來處理 就是有把受損車輛的車主做了那個理陪 然後我們這邊也聯繫了他 跟他說要做好後續的一個安全檢測 安全評估的管理 後續有關單位也都會進一步加強 沿街商鋪的招牌巡查管養工作 根記天氣不穩定 經常風雨來襲 不單是商戶門要檢查自己的店鋪的招牌 街坊也要留心家裡的窗口 附近有沒有什麼鬆動 有沒有小物件之類的東西 小區的物館也要多家巡查 看看樓宇外牆等等 有沒有什麼磁磚剝落 一定要提前加入做好防範 有問題的話就要炸炸臨 避免出現意外那隻 再來看看這條料 現在正值一個求職高峰 很多人來到廣州找工作 有些急著找工作 連聽人在網上投了簡力之後 轉頭竟然被人騙了一萬元 搞得飯也不能開 找工作而已 為何突然被人騙呢 甚麼套路 大家了解一下 在廣州市白雲區家黃望江十幾平米的房屋裡 有十幾個求職者逼在這裡住 為何他們會生無分問 在他們身上又發生了甚麼事 有人說要培訓幾天 後面他會給我們找工作 因為學東西要學費 我那時候覺得挺合理 來自重慶的求職者小諾 今年阿滿二十歲 他第一次來廣州找工作 他在招聘網站投了簡歷之後 就有一個自稱是招聘的人 推薦去到廣州小分輩 職業技能培訓學校有限公司 面試蛋糕學徒工作 在面試的時候 就分期了6980元教育培訓貸款 還沒就業就已經開始放貸款了 求職者為何會貸款培訓呢 原來小分輩和求職者簽訂的是培訓合同 小分輩提供培訓 和推薦工作的服務 就是我這邊員工學院 直接去我們研究工作 包師傅糕點 曼公主 這邊是護上阿姨 全部從大叔 這些都是可以直接安排過去的 小分輩是否真的和這些糕點 奶茶門店有合作 培訓就包上綱了 記者去到門店了解 說難聽一點就是他最騙你 他說跟我們有合作 其實他是在BOSS上面找到的我們說 直到我們店找人 然後他就會推薦你過來 那我直接找你們不是也可以嗎 是可以 他認識小樂園本投簡力的公司 是南風寧餐飲有限公司 記者調查發現 南風寧和小分輩股東 顯示為同一個人 那這種操作 算不算是招聘專培訓呢 不是網上你們一概而論的 我們的牌照是由人社頒發的 全國做我們這行的 不會超過10%有這個證 我們的公司十幾下全都沒證 照轉培套路並不是個案 記者家黃望剛又面試了幾家企業 他們都要求先培訓後上綱 沒有錢交貸款 記者前往白雲區人力支援和社會保障局 反映招轉培的情況 工作人員表示 企業的行為涉嫌虛假招聘 不過由於沒有簽訂勞動關係 他們亦都無能為力 今天廣東省人力支援和社會保障廳 上線民聲熱線節目 在現場回應了這個招轉培套路問題 從剛才片子的情況看 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涉嫌虛假招聘 甚至涉嫌欺詐 第二個呢就是假培訓 如果這個問題兩個問題已經核實 應該立即要求他改正 簡單地說就是退錢發款 還要做一些處理 如果要說涉嫌違法 那麼就要移交公安部門處理 年輕人剛剛踏足社會 第一次找工作就被人騙 真是心酸 我認為人社部門應該監管好各大的招聘平台 標示聯合警方 大家共同打擊這些招轉培的詐騙團火 同時大家找工作的時候也要出量傷 不要因小而失 5月10日晚上8點多 在天津濱濱海新區一路段 一部公交車突然失控 撞上路邊停放的小車及多名行人 現場一片狼藉公交車司機開車 不是應該很鏡著嗎 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干 多點網絡事文顯示 人行道旁邊的樹木談到 一部紅色車輛被壓在樹下 一部公交車與一部白色車輛發生碰撞 之後扣在人行道上 白色車輛尾部與公交車頭都受損嚴重 現場多人受傷 6月11日凌晨 天津市濱海新區公安局發布情況通報 6月10日20時40分左右 在濱海新區杭州道與房鎮路交口附近 發生一部公交車 與停在路邊的兩部小客車 及多名行人碰撞的交通事故 事故造成9人受傷 軍送醫救治 其中一人經搶救無後死亡 公交車駕駛人楊某某被當場控制 經初步調查楊某某駕駛公交車 行至事發地突發身體不適 斜輪失控 事故調查和善後處置等工作正在進行中 想翻新間屋 但又不知道選哪裏裝修 擔心多用冤枉錢 又擔心施工質量差 擔心沒有保障 可以參加 由廣東民生頻道舉辦的 家裝換身為民行動 點擊微信公眾號廣東民生地面場 底部菜單 運動部便當中的品質家裝 就可以領取到家裝換身 大禮包 家具 家電 全部幫你換身 從簽約到時候 所有你的兒女 一站式幫你搞正 質量全程 有媒體關注跟蹤 質量不達標 不達標嘛 答了她重新給我整好她 不用多花一分前的冤枉錢 電話是020-6262-8888 020-6262-8888 節目最後聽回首歌 是周杰倫的霍元 這個是開拓者點給霍霍的 他就說 我會在你腹黑時好地照顧你 給你抽專屬的光追 擦最好的遺棄 快點出來 好了,今天節目就說到這裡 多謝收看廣東民生頻道DVN場 打開微信 殺手DVN場 再入官方熱面 可以獲取更多述識 明天同樣時間 DVN場見 明天見 拜拜 比自己收拾 随著一頭部臨的致敷 有風雲 四月流過去 清澈的動作 超級噪魅 正是隔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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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ches選擇 faith 確定的 九剛雙政 廣東的雙政 世界的迷鄉 九剛雙政 廣東的雙政 世界的迷鄉